朱元璋一刀劈下去 柱子里面竟然是空心的 他这么恼火是因为明明亲眼看见建筑材料严格把关 看到每一块砖头上面都刻着工程负责人 兼造官员和工匠的名字 连制作的时间都那么详细 为什么还是出现豆腐炸工程呢 朱元璋一气之下杀了负责工程的贪官 但他不会想到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此后的明朝豆腐炸工程层出不穷 根本就没有断过 工程质量越来越拉垮 最后和这个王朝一起坍塌 今天我们聊一聊豆腐炸工程是怎么样的明朝的命 万历年间有个叫沈德福的举人写过一个例子 说前清工一上窗户坏了要修 因为内务府青吞剥削 小官吏苛扣 工头茂领 一层一层的塘屋 预算竟然高达5000斤 比民间同样的工程要多几百倍的钱 好多负责参与工程建设的太监都发了财 下面的官吏甚至工头都捞了一大笔 他们捞够了 修建的质量却越来越差 比如下面这个工程 公元1621年明熙中朱佑教继位 这一年他的七叔朱长寅已经24岁了 之前万历皇帝封他为贵王 按照明朝组织 他的去封地恒州府 就是现在的恒阳旧藩 去之前不得先给他修建一座王府嘛 于是修建王府的消息 就被宫里宫外好多人盯上了 他们都想在这个工程上狠捞一笔 当时的明朝经过万历年间的几次战争 巨额军费开日已经掏空的国库 眼看越来越不行 但方王的府邸关系到皇上的脸面 王府不能不休 按照明朝的制度 修建方王府邸的工程由掌印太监负责 正常流程是他派手下的太监 拿着皇上的命令去监督工程 工程竣工再回来 而修建王府属于重点工程项目 这自然是一块匪弱 所以人人都争着慧怒 希望能得到监督修建贵王府的差事 一个叫翟英葵的管理太监出大手笔 行贿4万两百英 自在必得 没想到另一个太监皇庸出价更高 送了5万两 于是皇庸中的标 引到修建王府的任务 天启二年 贵王府建设项目在恒州开工 前后修了六年 花了五十万钱才建好 三十岁的贵王朱长延 终于住进王府了 而这一年 凤阳在闹饥荒 陕西百姓在造反 北方清军攻打朝鲜 又进攻锦州宁远 南方有海盗写加广东 浙江也在发大水 同年春天 朝廷还有另一个大项目 就是姓王朱友俭大婚 势力间禀比太监李永珍负责操办 修建姓王府 结果李永珍中保私囊 把工程转包出去 搞得王府的建筑和家具 都极为简陋 姓王气得不行 但无可奈何 没想到一年后 皇兄朱友教驾崩 自己当上了皇帝 就把李永珍给杀了 朝廷的变动 本来跟贵王没啥关系 但就在他住进王府的第二年 朱长廷在请公睡午觉 突然一点玉兆都没有 房梁竟然掉下来了 插得贵王的右臂砸在地上 差一点要了贵王的命 太监皇兄这时候还在恒州 赶紧过来查看所坏情况 朱长廷本来打算把这事 上报朝廷 但是崇祯皇帝刚刚继位 他怕少了新皇帝的信 犹犹豫豫豫拿不定主意 皇兄一看有机会大事化小 联盟和一起主持工程的 公布祖师黄道树 想办法掩盖 他们送来5600两银子 用作修理费 又给贵王塞了400两问安银押金 就这么区区6000两银子 贵王居然不追究了 放过了他们 本来这个时候到这也就算完了 贵王拿了钱 不再计较 皇兄回宫里交差 等着下一次贪污发财的机会 但王府的质量问题 才刚刚爆发出来 此时的王府就像这个王朝一样 已经摇摇欲坠 第二年三月 恒州连着下了几天大雨 三月出山这天凌晨 在没王没鸟的雨声里 贵王起来准备梳洗 突然身边一声巨响 贵王还以为打雷了 回头一看 王府正殿将全部垮塌下来 伺候的六名宫女当场被砸死 贵王实在忍不住了 立即上奏给崇祯皇帝 他在周章里哭着说 幸亏当时我没在殿里 要不然我也活不了了 皇帝赶紧派人调查 这才发现 太监皇庸在建造贵王府的时候 完全是糊弄人 房子地基软塌塌的 墙角的根基也只有浅浅一层 建筑材料里面全是用竹条松枝和砂充树 王府粮桌的木材居然用的是烂木头 皇帝气坏了 立即下子将皇庸这些人砍头 我梁府叔叔 崇祯三年 皇帝又拨前重新修建贵王府 六年以后 新王府建成 四十岁的贵王终于又住进了姓坊 然而他止住了六年 农民军张献忠的部队就攻向恒州 贵王只好带着家人逃去广西 第二年死在了吴宙 同一年 明王朝也灭亡了 贵王府这个豆腐杂工程 只是明王朝腐朽朽的冰山一角而已 在276年的大明王朝里 初期那种振作革新的精神早就没了 泛断于官朝的荣服于世 贪污腐败 勾心斗角 早就把王朝的根基掏空 大厦将军的明王朝 已经没有人能往回局面 阻挡他的崩塌